我沒有跟你借螢幕啦 你就用聽的 所以你要仔細的聽好這樣 這個我們待會兒 我們說過那個選擇題是 從我們的那個 給你的 書本後面的那個作業選擇題的題目中跳出來 那選擇題40分嘛 考十題嘛一題四分這樣 那問答題的話30分嘛 有五題問答題都是名詞解釋 然後30分這樣一題六分 然後實作題的話有兩題一題15分這樣 那那個問答題的話是從講義中 就是講義中有很多名詞解釋嘛 所以可以看一下 不是課本後面的名詞解釋那個 因為課本後面的我可能沒有去 這個講到嘛 所以我們還是以上課講義為準 上課講義的我已經把它更新了 所以你要去上網去更新一下那個講義的部分 那那個問答題大概是這樣子 那實作題的話有兩題 就是每一題15分是出自於作業的題目 就是你只要有做作業自己做的話 應該應該都沒有問題 稍微看一下 好應該都沒有問題 那那個選擇題的話會考這個指標啦 指標跟結構 指標跟這個正列 正列之間的關係 那其次的部分的話就是 考這個運算值的多債 運算值的多債 輸出輸入它的運算值多債 那選擇題還有一些重點的話 運算值多債嘛 輸出輸入還有加加跟加 加號的多債跟加加 前加加後加加的多債 那其他的題目的話就是屬於類別 類別繼承的問題 constructor跟destructor它呼叫的順序 還有如果是單一繼承 還有多重繼承的時候 就是多層繼承 多重繼承的時候 它的表頭函數的宣告怎麼宣告 怎麼宣告 這個要稍微了解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那問答題的話 我們一定要知道物件導向語言 它有哪三個特性 所以這三個特性都會 什麼是繼承封裝跟多債 什麼是超債多債 還有建立者破壞者 大概這是重點吧 還有什麼是單層 這個多重繼承跟多層繼承 因為那個都是重點 因為那個都是重點 那這是屬於這個問答題的部分 那問問答題有建構者 因為這都是重點嗎 大概多因為我們講了很多次 都在超債建構者破壞者 它還有它定義還有一些呼叫的順序 對不對 然後物件導向的三個特色 大概都是這些題目 好像你看大概就知道吧 那這個實作題有兩題 一題是考那個幾何的面積 那另外一題的話是 足於這個透過行別來轉換 行別轉換 行別轉換 就是類別的轉換 類別轉換的作業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是球面積的公式 這樣的作業 這樣大概你知道了吧 所以大概是講到這邊為止 這是給你的複習提示 好